如果說像你們自己的電腦像有同學說老師那我電腦是剛好是買AMD的 其實AMD不是不好是剛好這個地方剛好沒有相容到 OK不然你就寫一個信給AMD吧說你們為什麼不出一個AMD的X86 對不對 這樣害我練習沒辦法順暢 這樣會影響你的銷路等等的你希望說趕快是不是 那這樣 不過我想等到他會加應該不知道哪一年了所以 可以用第二個方法第二個方法的話 因為在我的電腦上面我剛剛講了 就是你可以裝一個叫什麼 GeniMotion 這個就是有沒有GeniMotion這個東西 GeniMotion 它這個東西裡面 它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 幫你把那個 Virtual Box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那個虛擬Virtual Box Virtual Box就是說你如果要裝一個作業系統 像比如說你要再裝一個Windows XP 它有點像 V 什麼 什麼 VNware 或者以前有什麼 Virtual Virtual PC 反正就是在你電腦裡面 再 虛擬一台 一樣的Windows 或者是Mac 或者是Linus 都可以啦 當然它也可以把Android模擬進去 所以它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幫你裝一個Virtual Box 然後呢再幫你在Virtual Box裡面裝一個Android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 它的好處就是說 已經幫你把所有各式型號的手機 都收集起來了 無論是Sony HTC Samsung 什麼都有了 你只要把它加進來 啟動 就可以看到 那那個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用拖拉的 像是比如說你要玩遊戲有沒有 APK檔 拖拉進去執行 就可以跑了 所以 有很多人呢 玩遊戲 就是他手機玩不過癮 回到家在電腦上面跑的話 有很多人就是這樣在玩遊戲的 Ginimotion 而且他聲音也都會出來 什麼都 周邊也都有支援 OK 那這個就是也是一個模擬器啦 你也可以當模擬器 也可以拿來當成 你要玩手機的各式APP 不一定是遊戲 的一種方法 他也可以開啟Play商店 也可以去做 實際上他就是一台手機的 也就是但是他是模擬出來的啦 那因為在我這一台電腦 第一個當然你把它下載下來 不過我這邊好像已經有下載過了 第二個的話你把它安裝 那就下一步下一步 他會幫你多裝一個叫Virtual Box 以前好像是別家公司 不過後來被OLOCO給買下來了 因為我這一台電腦有個問題 等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電腦會不會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裝完之後 網路就斷掉了 就斷線了 然後早上就莫名其妙 為什麼會斷線 後來把Virtual Box跟DreamMotion移除掉 網路又恢復正常了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Demo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等下要試的話 不確定會不會有發生這種狀況 但是 在你們 可是在自己電腦上沒有問題 那怎麼辦 為甚麼Demo 我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裝完之後 長得像這樣子 因為我用遙控的 我自己的 電腦 然後裡面的話 基本上 會出現 安裝完畢之後 它會在 這上面 會出現什麼 出現幾個畫面 包含 Add Add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增加的那種Device 裝置有哪一些 那比如說 一般我習慣裝個什麼 Google的 Nexus One 不用太新的 或者是Google Nexus S 那這個是啟動Nexus S的畫面 把它啟動起來 那它就可以直接讓我在上面做操作 APK檔一樣可以拖拉進去 檔案一樣可以拖拉進去 用拖拉的 拖放 沒有問題 那執行起來的效率也非常的好 所以 這個是第二個選項 GiniMotion 但是要特別注意喔 你要用GiniMotion 必須要到官方網站上面 申請一個帳號 因為